公元前202年 战神项羽在该下战败自稳身亡 从此楚汉战争结束 2月28日 刘邦在定陶举行登基大典 定国号为汉正式称帝 然而早在登基之前 刘邦就兑现了他的承诺 分封韩信为楚王 英部为淮南王 天下大定之时 刘邦又分封了梁王彭月 赵王张尔等等 共七位异姓王 从今以后 汉国成为了汉王朝的宗主国 其他各国结为诸侯 然而事实却是 这个新建立的大汉王朝 应该叫做大汉帝国 那位坐在长安城里的最高领袖 也不叫天子 而是皇帝 这虽然是以子之差 但却有着谦壤之别 因为邦国时代的特征 在于天下有若干个 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这些国家虽然组成了一个 相对松散的联邦 但却各自相对独立 这些人虽然口口声声说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实际上 各国共同拥戴的那位天子 对其他邦国 根本无法行使主权 甚至 如果哪个邦国足够强大 还可以新兵讨伐天子 但是 在郡县制之下 无论是郡还是县 或者是后来的州 唐朝的府 明清的省 都只是帝国的一个主神单位 任何单位都必须听从中央的命令 单位的主权也完全同属于皇帝 所以 嬴政与李斯 发现邦国制是落后的政治制度 便大刀阔斧 将邦国制彻底解除 只是这种办法太过激进 导致了铁血大秦 二世而亡 因此 到了刘邦的大汉王朝 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再次让它发生 于是 刘邦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创造了郡国制 然而 韩信最早给刘邦 献还定三秦的策略的时候 就对刘邦说过 把天下分封给有功之臣 从这点可以看出 韩信的理念 应该是希望天下 恢复到春秋战国那种 分封制的时代 不然 也不会在和项羽决战之前 逼着刘邦 给他封齐王 而这个王 是刘邦绝对不想封的 这也为君臣的关系决裂 埋下了伏笔 因为对刘邦来说 分封诸王 只是战争年代的权宜之计 也就是说 从他分封诸侯的那一刻 这些异姓诸侯王 就已经站到了刘邦的对立面 所以 异统天下的刘邦 很快就想办法 收了韩信的兵权 把韩信从渠王改为了楚王 最后 又把韩信从王爵 降成了怀音侯 但是 被贬为了怀音侯之后的韩信 又刺到凡快家喝酒 凡快对韩信的态度 却是 跪在家门口迎接 对韩信口称 大王乃肯临臣 要知道 当时韩信啊 已经不是王了 而且毫无实权 从爵位和权力来说 都不如凡快 而凡快 不但年纪 比韩信大了十几岁 权位 也比韩信高 又是皇帝的年金 凡快 却还心甘情愿地 跪在家门口迎接 甚至对韩信 口称 大王 而对自己的自称 却是臣 可想而知 韩信在军中的威望 有多高 这样的巨大威胁 不除掉 留着干什么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刘邦 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只比秦始皇 小三岁 当时汉初的 开国大佬的情况 刘邦60岁 张良55岁 萧和48岁 而韩信才34岁 一旦刘邦死了 而韩信还在的话 朝野之上 应该没有人能压制韩信 所以无论如何 韩信必须死 即便刘邦不杀他 但如果刘邦死后 他也活不长 因为他的存在 与旅后的政治需求 完全相悖 而这一位 颇有悲情色彩的兵仙 虽然成功在战乱年代 但也失败在了邦国制 与郡县制的大变革之下 也最终死于 富人之手 优优独播剧场